大家好 我是Dan 去年12月 这位YouTube上传了在吃到饱酱油蟹店 去晚的酱油蟹中有范例 而质疑二次使用食材的影片 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在影片公开后 很多网友们都用一颗性来攻击店家的评价 最终导致餐厅倒闭 但是后来却发现到 那个范例是YouTube本人自己掉下的范例后 他就上传了道歉影片 停更一阵子后又回来了 但是在这几天 他又引起了差不多的争议 一位经营刮眠店的老板在网上留言 今天第一次仔细看了影片 我们是因为出演Picture One的Hermoxic Town后 便有名的刮面店 一位叫做HiEntree的YouTube来过 我是看到YouTube频道的留言后 才知道他有来过 他是偷偷拍摄的 我生气的地方是 我们的汤底是下了好大的功夫准备的 也会配合着个人的喜好而调料 但是这位YouTuber喝了一口之后 就说是像清水 美乳就是非常非常淡 就像喝开水一样的感觉 还随便猜测我们制作汤底的方法 所以我就在他的频道底下留言说明了这个情况 但是却都被删掉了 我连说明的机会都没有 就变成了清水挂面店 希望YouTuber能正确的拍影片 实际上这位YouTuber在影片上说过 怎么说呢 后面有一股没有搅拌好的清水味道 应该就是用在这里继续添加水后再煮的方式做的挂面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没有得到允许就拍 真的太无理了 什么都不懂还在评价 正因为自己是Picture One 真的是个败类 是专门来弄垮一个人的吗 这家伙已经犯过一次了 怎么又发作了呢 哎 又关掉留言区了 为什么要关掉留言区又继续更新呢 真的要举报了 这是想毁掉多少人呢 但是也有少数人表示 不是 那么拍摄餐厅的话 就不能说自己的想法 一定要说很好吃吗 然后在今天 这位YouTuber上传了非常长的解释文 为了让消费者们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 我只是诚实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而已 现在去搜一下的话就能发现到 有很多开箱新产品的YouTuber 都会说产品不怎么样 如果都只是说产品非常好的话 还不如去看广告不是吗 关于没有事先得到允许就拍摄的部分 真心的感到对不起 我在海外拍摄的时候 也会使用那个国家的语言得到允许后再拍摄 在国内拿着摄影器材拍摄的时候 也一定会事先说明 不管是再小的餐厅你会这样做 但是用手机拍摄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都在IG上传美食咖啡厅的照片 所以我也是想要那种轻松一点的感觉 就没有事先跟餐厅说明 这部分是我的错 就算不是拿着摄影器材拍摄 也应该要得到允许后再拍摄的 之前我在拍摄的时候 餐厅老板们常常会对我说 其他人都没有得到允许就会擅自拍摄 但是你都会这样事先说明 真的非常感谢 我用手机偷拍的事情确实是我的失误 但是目前为止 YouTube也好 IG也好 大部分都是直接就拍摄 虽然我自己说会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希望因为我的世界 能让网络文化更加发展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他在说什么 自己这次偷拍了 干嘛还要提起之前被老板们称赞的事情 因为我的事情让网络文化更加发展 你真以为你很了不起吗 哇 这家伙连IG都带过来想要洗白 大家只是在IG上传漂亮的照片而已 你确实在评价饮食 用那个影片来赚钱 这怎么能比较呢 笨吗 说不好吃可以 那为什么一直删老板的留言呢 只说自己的错误就好了 为什么要说别人也是这样 网络文化发展怎么样的狗话呢 总结 为什么就针对我 因为这个解释完 现在风向变得更不好了 所以大家觉得 拍餐厅美食影片的话 是真的要非常诚实的说出 自己的意见比较好呢 还是稍微客套一点比较好呢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们开始做这个 我们开始干肌 还有那个 这有什么意见 我们开始玩 我们开始作愿 我们开始做这段时间 准备配同 我们开始做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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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商量 我们开始做この 我们开始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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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b 超八千 呢 超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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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超充满 超充满 我真很不簡 我的天 我真的真的得咬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中文字幕 李宗盛